如果你是三刀大堂的话 你没头没脑的剧剑打一下意义不大 不如开个战神宝典 让自己横扫的伤害终将 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能有 开电风杀 估计是吧 雪山打谁 钓鱼岛 如果是打钓鱼岛的话 那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输了 如果赢了的话 如果赢了的话 这个公屏上早就已经来说了 说的啊雪山打钓鱼岛干了如何如何 我看没人来说 叠到十一层起码四十回法 没有啊 按照风狼的套路是很简单 八回合一点宁愿的时候 就把战神宝典开了 这是风狼的套路 但是风狼的套路他打的是212 所以呢他大堂呢 不是带的是 他没有带笛子 他带的是巨剑和战神宝典 他就是先把战神宝典开了 反正有多少伤害加多少伤害 后面存着巨剑 他这么个思路 怎么说呢 如果按照珍宝哥这个打法的话 我是觉得 对战神宝典只能用一次 按照珍宝哥这个打法的话 我实际上觉得 他带巨剑也没啥大用了 他带战神宝典的也没什么机会用 因为他的灵源基本上 都用来给地听加敌的神宝 如果你一定要说 大堂还要再带个什么灵宝的话 我说大堂也能带齿 你们仔细琢磨琢磨 这某个大堂 站在这个鸟阵的位置上 这个速度 大堂带齿的也能带 你大堂如果说想着用巨剑去清地听 万一化身给杜节了 雪妈亏 开把齿的最稳 这某个赢了 反正你212三个大堂的就在笛子和保底 我完事回去 我看一下他们两边的这个灵宝啊 金麦啊什么的 是怎么怎么去点 主要是封系啊 辅助这种 大堂没什么问题 女拔也没什么悬念 这两个都没什么悬念 方寸曼珠卡四处 不是抓对面什么的 这只是 方寸的这个属性 它的目的很简单 很简单 它的作用就是控化身 能控到盘丝也可以 如果说对面盘丝是高速的那就控化身了 双盘丝这个阵容 特点是什么 就该说缺点是什么 就是控不了化身 那很简单 方寸去控化身 那既然方寸去控化身 它方寸为什么要移速呢 有速度呢 直接封就行了 没速度可以分身 分身完了 接着控化身 一样的 所以说方寸没有必要搞那么快 变个曼珠卡只是属性上更好一天 幻境术是盘丝的飞升技能 国标的话 大唐应该带的是笛子和巨剑 大唐有的时候会给 它也会给地厅加笛子 如果这个服务器的团队 它里面是有地厅的话 我们不能把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种强服 还有很多 不是太强的服务器 这两队212打212 我刚刚啊 方寸三个 对面女拔已经没有宝宝了 观战女拔也是一个了 女拔消耗的大一点 盘丝七个 对面盘丝也是七个 药瓶好像也不少 搞错啊 对面怎么那么磨叠在打呢 两边 狂光啊 感觉 就是两边就在青蛇 观战方寸的宝宝下的比较多 对面呢 那是花果宝宝方寸 对面是花果宝宝 观战也是花果方寸 两边青宝宝的单位也差不多 PK看的就很淡淡 还是珍宝格好 珍宝格没有用任何花里胡哨的这些新门派之类的 就用了传统十二门派 他甚至连十五门派都没有用 用了传统十二门派的阵容 让这个PK简单一点 神的屏幕上站的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看着你头都滑了 不是看着眼睛都滑了 头疼 其实这两边有无关胜负了嘛 我记得好像两边的城市在这一场当中 一边是输了六场一边是输了五场 反正都进不了 只是说 只是说谁输的多谁输的少的问题而已 你要按照十八门来说呢 女拔天机花果山是新门派 你要按十五门派来说呢 凌波神木 无底洞是新门派 但是珍宝格上呢 是磐斯方寿化身大堂 就是元十二门派当中的古老的门派 就比较简单了 对面生日快乐 我还是比较希望 对面生日快乐赢一场 起码赢一场的 他他好像 好像是 这个比赛 这一波就没赢过 不是输七代紫禁城输 其实就是七代 就是七代对面赢 我是觉得 这个七代感觉也不太好 总感觉像可怜人家是 但是看看确实也挺难受的 这么一个团队 打这么多输六场 感觉也是不太好 我去看了一眼东海渊 他们的那些PK 没什么太大意义 还是以娱乐为止 东海渊反正现在 第一级的玩的人更少 基本上是109 还有人去弄一弄 但是我看了一些109 你如果能上 东海渊能赢的PK的话 十有八九 你上魔王早就赢了 或者上女拔木什么 赢的东海渊快多了 小69现在都是魔王吧 以前 不是69现在都是魔王 以前那时候 女拔木还有 现在好像69级连 女拔木也不怎么用 都是魔王 嗯 嗯 双花果 双花果我也看到了 就是女兒方鎮捕捉雙花狗吧 就是這次他們打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有個法系的話呢 應該也一般來說也是也是魔王 如果沒有法系那我就反正雙花狗 而且都是打到決勝時刻 69的法系分別能秒幾啊 風雲變色是秒幾來著 飛沙走時是秒4 那就秒5最多秒5 也就是魔王每四回合能秒5一次 其他都是秒4 對阿 龍公也是秒4啊 龍公和魔王的攻勢是一樣的 現在改改成一樣的 原來不是 嗯 中寶哥贏了 哎 現在看看兩邊的靈圓啊 化身 對面方程啊 方程是貼服的 化身 呃 盤絲 對面盤絲居然還用了一點靈圓 過 觀戰這邊 方程用過靈圓 盤絲用過 可能觀戰這邊拉過一次地廳 然後對面盤絲拍了個指的 黃光俊沒意思 問題是現在也就是這場PK了 你不看這個也沒什麼好看的 怎麼能怎麼能我傳回去看看我抓鬼吧 刷布吧 誒 說到刷這個任務啊 我居然 我很驚奇地發現 我今天下午就混了一個這個文藝墨槍的隊伍啊 免費的隊伍 但是驚奇地發現居然效率還可以 這個隊伍是 女麻木帶隊的 女麻木加方程 然後 然後 地府 普陀 還有我 神木靈 雖然效率還可以 打得還挺快的 而且那個方程還不是魔方程 它是個瘋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沒有物理的人出手 我之前刷這個文藝墨槍的時候啊 帶個什麼獅頭 凌波城之類的 我頭都大了 我承認獅頭傷害是很高的 那攻擊動作實在是有點慢 而且 很煩 它打什麼任務 開場都要變個身 凌波城也是 凌波城開場都要用碎星爵 很煩 師徒還好 因為 因為你師徒沒有 沒有變身 你用不了技能 那凌波城在這種任務 最多就持續兩回合的情況下 你有必要開場碎星爵嗎 你別帶碎星爵套好不好 你開場兩點戰役 用兩把金濤怒不就好了 你又打不到第三回合 還非得開場來把碎星爵 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就不得不說 我前天啊 我前天刷副本的時候遇到一個凌波城 這個凌波城居然帶的是鬼匠套 哎這個就很非常好 很科學 估計啊 像這種凌波城都有兩套裝備 一個是碎星爵套 一個是這個爵子 金濤 哪來的金濤怒套裝 你先有再說好不好 刷多少環呢 我都不知道 沒去算過 但是我們這個隊長 雖然打起來還算快啊 但是其實不是太專業 他也沒有這種專業的棋子 最著名的就是 找秦琼 墨定的那個東西啊 他是飛的秦斧後院賣點卡 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凱嫂他踩輪子 多少分好像211分吧 好像 我今天是換了手 如果我之前沒有 如果我之前 積分是用光的話 其實我也忘了 我之前積分有沒有用 我這個人有點懶 一會兒我傳回本服看一下 就知道了 現在還在看PK 就是說這個哥們他帶隊啊 雖然速度不是太快 但是打怪打得快 而且他很靈活的 就是有時候群秒 有時候嗜血之際 這樣子 比如說打這個 砍樹伐木的那個 他可以嗜血之際打主怪 這就很舒服 那你們那個效率更高 因為我們這 我們這畢竟是野隊 而且免費上車的就是 關鍵是有一個方寸 這個方寸還是個 這個方寸還是個封方寸 下波可以啊 但是直播直播回放得等會才出來 珍寶哥什麼情況 很簡單看公屏 看現在公屏上說話的人 說的都是啥就知道了 沒有人噴珍寶哥 這說明珍寶哥肯定贏了 其實女拔木做任務還是不錯的 我個人覺得還是不錯的 大家好像對女拔木的了解不太多還是怎麼樣 就是在這個看 看扶戰這種看太多 女拔木平時做任務還可以 就是施法動畫上稍微 稍微有點慢 但是我感覺跟龍捲與雞之物也差不了太多 秒4嘛 女拔木應該跟神木靈一樣 用那個古神天書 就是用這個 銀兩買的那個 那個比較快 施法速度會快一些 啊69不行 怨靈不會打的放心 有靜脈的 怨靈首先他已經不會主動去攻擊別人 然後任務上你到了129以上吧 才可以秒4 然後呢積飛目標還能給怨靈 給的怨靈還不會亂打 很好的 你用古神天書的那個 施法動畫的速度 雖然說沒有像神木靈這麼快 但是怎麼說應該也跟龍供差不多應該比龍供快的 同等法傷女拔木啊 不是這個你不能這麼算的 你不能算同等法傷 你應該說同等裝備 因為女拔木的整個經脈就沒有一個加法傷的 像神木靈龍供經脈裡 直接給140點法傷 你不能算同法傷啊 這是這個很不公平 他法傷技術本來就高 你應該算同樣裝備的情況下 大家裝備一樣 同樣裝備同樣加點 同樣靈勢這個 那他他多那才行 其實還是因為現在的這個任務 神木靈也應該用這個古神天書 用用錢買那個更快點 我自己用過的 我以前一直用的是那個 我現在用的是仙玉動畫的原因是呢 之前抽了一個什麼什麼獎 然後送的 30天的體驗券 那我想用就用吧 總之比最原來的那個好 對 新鮮玩意兒 點系 點系統 系統裡面這個霓裳寶格 其他 拉到下面新鮮玩意兒 這個地方法術動畫 不錯 很貴嗎 30萬30天 一天 一天一萬很貴嗎 我打張圖都三萬了 而且他師法快就感覺很舒服 啊 預覽是沒用的 沒什麼用的 他這個預覽只是告訴你 有哪些 他這個預覽不是說你點了一下可以看師法動畫 而是告訴你這些技能受古神天書師法影響 因為並不是所有技能都會受到古神天書師法影響 他只是告訴你 最明顯的就是 我記得方寸的那個落雷符好像 哎呀我覺得買個30天可以 我以前都是30天連著買的 就是只要到期的就續一個到期的就續一個 在仙玉師法 仙玉師法在寶像國逍遙遊俠那邊買 那個要仙玉吧 招式效果那個那個多少錢來的 招式效果 90天的130仙玉 那麼30天的話就是40多仙玉 40多仙玉相當多少錢呢 一點點卡13000的話 那TMD要50多萬 這還不如銀兩呢 這還是銀兩便宜啊 你仙玉更貴反而 你這麼想想好像還是 仙玉更貴 啊這寶寶我贏了 是吧 煎玉動畫和用錢的那個動畫效果是不一樣的 一般來說動畫這個東西我更加關注的就是它的施法快和慢的問題 施法快 神木靈這個是很明顯 神木靈原來這個落葉蕭蕭真的很慢 非常的慢 慢的 慢的讓我覺得懷疑人生 但是還是比龍宮鮮玉極快 仙玉黏塔會充 那你如果只是用來消費這個 你不用來消費別的那可以 如果說你的仙玉是還有別的消費用途的話 那你不如把這個錢省下來拿來買別的 會更好 比如說你可以買這個蜜蜜回夢影 或者買什麼別的什麼蜜蜜紅蘿根啊綠蘿根啊之類的 還有什麼抽 比如說七七節這種什麼清元金幣什麼都可以嗎 就是仙玉這個東西總有機會用的 你不會什麼東西都不用 就想都我就買這招式效果 這一般不太可能 還有修裝備 這個也可以乾坤石嘛 我先去倒杯水啊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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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来了啊 没神诱就没神诱了 反正只能神一次 你就跟他没神就好了 而且还有一个啊 不过除了没神诱之外还没护盾啊 然后这个蛇因为没有高防御 防御也会低点 当然反过来想没有高防御呢 法伤也会高点 只能说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你这个地青秒完了之后 没什么用也是被清掉 那不如废物利用招成蛇 总比直接飞掉好吧 只能说是略转 全民PK什么阵容好 那看你想打什么了 这阵容多了去了 我可说不好 实际上我觉得全民PK双尸驼 零波城这种也很不错 你看啊全民PK啊 女拔木的宝宝这么垃圾 照样玩女拔木的人这么多 他 admitting 这宝宝赢了 好 Malta 怎么了 他边的宝宝 就大回响了 救命啊 結果觀眾這邊提前羅漢介紹了 自己的磐斯又下去了 這卯哥先打迷秀源 對面的地形這麼慢呢 居然還能出手 不過既沒有加笛子 也沒有開除 聊勝於五 看看能不能把這寶寶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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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虚米也想虚死磐斯 没那么好虚吧 他磐斯有法防的 还有护盾 再来一个虚 还真虚死了 化身一波活歪 对面方圈甚至无聊到贴碎甲服 不至于吧 对面方圈 对面花果山速度快 哎呦一波剑射死两个变灵 我感觉这个情况 好像还是已经稍微难受一点 你别看对面磐斯倒地 花果山残血了 对面花果山有物理移速 这个还是很关键 然后观战这边没有任何召唤物 对面两个大鸟 怨灵也齐了 都是尸体又不是普陀 要是普陀都是尸体 那是报警了 化身都是尸体 你拦够一击 两把活血就回去了 还是问题是 他对面的花果山有物理移速 观战这边花果山 能不能出手 我要看对面的脸色 比较充得胸一点 9点钟 9点钟开始这个比赛 马上10点半了 压化身 压化身 打绝胜时刻 谁赚呢 打绝胜时刻 感觉对面赚一点 你买好了 是不是很快啊 用了这个银两买的 这个动画 很快啊 很快啊对吧 新鲜玩意儿啊 古神天苏嘛 就是 铁石魂 拉起来 高速拉呀 高速拉可能会被守折 加笛子 这么拼啊 原来点的是方刺 看会不会强拉啊 这把观战这边可能会防花果山 给花果山加上大金了 没有考虑点方寸的 方方寸 那对面应该赢了 啊毛起 还观战赢了 笑死 我操对面全败 一场都没赢 笑死